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由懒人听书 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第563集 方明的意图十分明显 你不是擅长召唤吗 行啊 我就在你最擅长的 领域将你击败 让你哑口无言 说的是心服口服 打到你以后见到我都害怕 屠夫与地狱火的争斗 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两头怪物接近之后 屠夫已经是处于烈士上 他连吃了几拳之后 身上就浮现出了 难闻的皮肉烧焦的味道 在沙漠当中 这种干燥的环境里面 地狱火巨人身上的悠悠的绿色火焰更是生疼不已 一拳架住屠夫的拳头 重重的一脚踹在了屠夫本来没有风格好的肥瘦腹部上 屠夫发出了一声痛苦无比的吼叫声 他的腹部白滑滑的脂肪被直接踹了出来 粘粘在了地狱火这巨大粗壮的腿部上 少说一百公斤的恶心脂肪 轻刻间就燃烧了起来 化成了一团黑灰 屠夫闷哼了一声 就像是一辆巨型的亚鲁鸡一般 从沙山上的中部翻滚了下来 红隆隆地卷起了满天的黄沙 地狱火巨人用着看蝼蚁一般的眼神 嘲讽地看着屠夫 但是他下山的时候却是相当的小心 此时忽然间又从沙营里面射出了一条铁链 此时一条黑沉沉的钢铁巨猛一般 啪的一声再次缠绕在了地狱火巨人的大腿上 这一次屠夫却是使出全力了 血腥铁链哗啦啦的在地狱火巨人的岩石大腿上面绕了几圈 几乎拴成了一个死结 然后怒吼一声用力地一拉 这胖子提升等级之后 不仅血腥铁链变长了不少 更是显得相当的结实 地狱火巨人使劲地想要站稳 同时那个燃烧的绿色火焰的巨拳 也一下一下砸到了粗大的血腥铁链的上面 铁链上发出了暗牙无比的嘶铭声 似乎被火焰活生生烧熔了 加上巨力的垂击 已经有些给人以岌岌可危的地步 只是血腥铁链的韧性似乎极佳 顶多也只是被延长却并不断裂 同夫呢再次怒吼了一声用力的一扯 缝和身体的粗大麻线都被撑得裂缝了 身体里面竟然喷射出了紫黑色的血液 而这一拉扯之下 狄狱火居然没有他的力量高 粗壮的黄绿色的花钢炎 岩石形成的巨腿 居然就被火生生的拉动了 就这么发出一声愤怒的闷吼 笨拙的挥舞着手臂 红然若山一般直接倒塌了下来 从沙坡上面滚动而下 啪的一声激起了满天的沙浪 接下来就被高温所处 在空气当中迅速的冷却化为点点玻璃 惊盈夺目散落而下 灿烂若鸽一般 同夫此时更是得理不饶人 浑身上下死白色的脂肪 若是波涛一般一阵的颤抖 它打得是啪啪作响 而身体内部的肌肉一块一块膨胀了出来 像本来庞大的身体再次撑荡 像血腥铁拽在了尖头上 使劲的一拉 竟然拖着横倒在沙面上的地狱火巨人 就在这沙山上奔跑了起来 那地狱火巨人浑身上下本来被包裹了火焰 但是遭到了屠夫这么一推一拉 在滚滚的沙尘当中连滚带爬想要站起来 却是一直无能为力 它发出了低沉而痛苦的嚎啸声 身体上的火焰在沙尘的翻涌下也渐渐的泯灭了 火焰就相当于是它的生命力 若是火焰即将熄灭 那么当然就相当于人的呼吸被压抑住 自然十分的痛苦 此时不要说是气得目瞪口呆的十三号了 就是方林也没料到 屠夫竟然会来这么一招啊 十三号自然也万万没料到 面前这个精神力轮回者 竟然也拥有如此强力的召唤物 居然在力量上对自己的地狱火巨人 还不占下风 并且看这个看起来十分呆滞蠢文的家伙 竟然还会利用地力来偷袭敌人 当然指挥屠夫的萎缩妇 远远的藏在沙子下面 笑得连大黄牙都给露出来 而那六名金手血肉傀儡人 此时却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 地狱火看似没眼睛 但是他们的行动速度却是奇快无比 金手血肉傀儡人的武器 对他们坚韧粗糙的皮肤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但是这些家伙的力主啊 还有头肩软体触脚却似是章鱼的触手一般 只要沾染上就会被活生生撕扯下来大块的皮肉 因此方林召唤出来的金手血肉傀儡人 很快就被这几头贪婪疯狂的地狱犬给活生生包围了起来 吃的只剩下了金手骨架 机械地运动着 除了一头地狱犬被一名金手血肉傀儡人 往口中塞进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之外 剩余下来的四头地狱犬当中的三头都已经开始贪婪的 向着方林逼近了过来 这时候方林却是冷笑着放出了巴比来 这头强悍的双头口龙 巴比此时已经度过了漫长而充满了不稳定状态的诱生气 若是用人类来打比方的话 他已经度过了婴幼儿时期 步入进了少年的阶段 他的体表上生长着银灰色的鳞片 大头 粗腰 肠尾 双脚行走 前肢也变得短小 但是爪子却是极其的尖锐了 就若人的手掌一斑了 双头上的下痕那是强健无比 可以想象其强劲的咬合力是何等惊人 嘴里此时更是布满了尖锐而弯曲的牙齿 巴比左边头颅的鼻子上方生有一只白色的短角 而右边头颅的两眼前方也有类似的短角的突起 从后脑到背脊直到尾部还生有若剑龙一般锯齿状的剑脊 尖锐无比 就像是剃须刀的刀片一般杀伤力显然极其的强悍 而现在的战斗是三头地狱拳对巴比 从体型和数量上来说 巴比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是一开战 反而是巴比风驰电掷的率先冲了出去 流线型的机体上面充满了力与美的感觉 地狱拳也紧随着咆哮冲出来 他们头部额前的软体触手上 噗噗噗噗飞射而出 瞬间就贴在了巴比的鳞片上 撕扯掉了巴比身上大块大块的血肉 但是巴比也带着浑身上下的鲜血 一头撞在了一头地狱犬的胸口 那头地狱犬发出了凄厉无比的叫声 但是很快就哑了下来 他的胸口赫然间被穿透出了一个巨大的 不如喷出鲜血的鲜红色肉动 巴比顶住地狱犬毫不费力奔跑出了七八米 愤怒的咆哮着将头一忙 那头抽搐着的地狱犬就被活生生抛飞了开去 空中喷射出来的紫黑色血液里面 还带着一些暗红色的内脏碎片 与白森森的骨头渣子 另外的两头地狱犬咆哮着 先对着巴比射出了两剂法力燃兽 重新向着巴比又扑了过来 巴比中了两剂法力燃烧 浑身上下的精神力也被活生生吸干 但是他切力长丝竟然也扬起了爪子猛扑了过去 这是即将在空中与两头地狱犬交错而过的时候 忽然间身体似是石头一般沉了下去 地狱犬生长吸盘的四条处手 因为巴比真一沉而射了个空 但是巴比背起上面生长的那个刺甲 就猛着人家飞弹了出来 树立在了沙漠这炙热的空气当中 仿佛一排锐利的利刃一般 闪耀着妖艺残酷的死亡光芒 巴比的力量或许比三头地狱犬加起来要差掉 但是他丰富的捕猎惊艳却是远远在他们之上 一头地狱犬扑过巴比的身体之后 突然间其力无比地对着天空是尖声长撕了起来 他头前的触角伸的笔质不停地颤抖着 而血水混合内脏从其身下涓涓涌了出来 湿润着干燥的沙漠 这一下他就已经被巴比开了膛 另外的一头地狱犬疯狂的嚎叫重新扑了上来 却是被巴比横尾一扫 啪了一声冲飞了出去 那个地狱犬的妖姬都已经被打了出来 呈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对折的幅度 巴比此时双足一顿又飞扑了上去 双头是一起死死咬住了地狱犬的后脑 方丽而尖锐生满了倒钩的牙齿 毫不费力地刺入进地狱犬 坚韧的紫黑色皮肤当中 憨懒地吸引着他的血液 而巴比一面进餐 一面用四肢暗红色的小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剩余下来的那头地狱犬 剩余的一头地狱犬在这样凶利的目光的逼势下 开始畏缩地夹着尾巴倒退 然后哀嚎一声直接飞快逃走了 那边的屠夫已经在两名金属血肉傀儡人的帮助下 接连炸开了两座沙山 将庞大的地狱火巨人彻底地掩埋在了沙丘当中 能够灭火的可不仅仅只有水而已 土一样能够做到 那头可怕而强劲的石怪的巨长 无助地伸出了沙面 上面还有着一点点绿色的火焰在微弱地燃烧着 一阵风吹过去 将那点火焰吹熄 而那个巨长瞬间就变黑 变得焦枯了 最后化作了干燥的石头 散落在了地面上 方林站在了松软的沙粒上 望着对面的十三号 淡淡地说道 狗是不可能打得过龙的 你还有什么本事吗 不妨一起拿出来吧 在这样的距离下 方林已经有了十分的胜算 他今日已经打了两场 凭借未免者的身份不会再有战斗了 因此大可以逼出面前这个强悍的召唤师的压箱底的技能 多对于梦魇世界了解一分 生存的几率也会就变得越高了 十三号却并不知道方林的打算 他只以为方林也是强奴之末 在虚张声势 某人间他使出了一件金光闪耀的道具 在身体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保护层 然后双手在身前疯狂舞动着 书写出了一个接一个的鲜红色轨迹符号 跟着那些符号闪耀汇聚在了一起 瞬间就射在了那条逃走的地狱犬的身体上 而那个地狱犬的身体 立即就以肉眼可尽的速度腐烂了起来 方林嘴上说的是轻描淡写 其实已经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先前这个十三号新手拈来的招数 就是强悍无比的黑暗之门 而此时打出来的压箱底的技能的威力 就可想而知了 只是方林也是深知 在十强者争霸战当中 蒙眼世界会尽量安排每个参加的轮回者 都有发挥出自己最大实力的机会 当然能不能把握到这个机会 就是另外一码子事了 因此 哪怕是在精神力特长者的战斗当中 若不是机缘凑巧到了极处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秒杀这样离谱的事的 所以 他才会给十三号施展出最后一招的机会 方林甚至已经考虑到了 对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出现了意外 自己即使是败在了这儿 却同样还有着在败者组当中脱颖而出的一次机会 而这也是方林不速战速决的原因 而是要与十三号打持久战的最终目的 这里败并不等于死 还有一次翻盘的机会 用敌人击败自己的低概率来换取一次收集梦魇世界当中重要情报的机会 实际上是相当划算的 那头逃走的地狱犬疯狂地倒地私脚翻滚着 在沙漠当中掀起了大片大片滚滚的黄沙 他的身体外表出现了一层若火焰燃烧一般的红色火焰 那火焰跳跃扭曲着 就仿佛是一张可怕而猙獰的脸在大声的凝笑着 极其擅长控制火焰的方林却是知道 那根本就不是火焰 而是类似于在进行灵魂的陷迹 很快的 地狱犬的身体开始膨胀了起来 碰的一声炸裂 然后用血肉在地面上 涂抹出了几道交错的图案 那图案给人的感觉是简单 原始 野蛮 诡异和邪恶 紧接着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六芒兴阵 阵中冒出了一个巨大的恶魔来 那个恶魔呢 同样高达十余米 羊头 狗脸 左手持阵燃烧出熊熊火焰的单手巨剑 身上穿戴着黑黄香筋的盔甲 走过的地方 同样会留下火焰的足夜 而这呢 便是十三号的压箱底技能 恶魔守卫 SG技能 恶魔守卫 本技能施展出来以后 将会对目标施展 末日惩罚 在末日惩罚的持续过程当中 被施术的目标将不能使用技能和道具 并且在末日惩罚持续的三十秒内 使目标受到总计四百点伤害 当伤害达到四百点上限 或者是敌人死亡以后 一个庞大的恶魔守卫 将从这个献祭的血肉当中 获得强大的力量而复生 恶魔守卫 将根据召唤者的力量 获得不同的技能 召唤者的力量越强 恶魔守卫的能力也就越强 技能也就越多 本技能仅能对精神力 比你低的敌人使用 双方精神力差值越大 成功率就越高 召唤出恶魔守卫的几率也就越大 若是双方的精神力差值在十点以内 召唤出恶魔守卫的几率 将会被大幅度的降低 恶魔守卫阳天怒豪之后 根据十三号的意志 大步向着方民走了过来 他的背后生长着一双蝙蝠死的恶魔翅膀 以他为中心 半径为十米的沙地 不时腾起一股股 凶凶的火焰 仿佛大地都被覆盖上了一层 焦土似的岩浆 会对其上所有的敌方单位 造成伤害 对恶魔守卫 却有着医疗的效果 并且 在这焦土上的恶魔守卫的攻击速度 和移动速度 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帮林冷冷地挥手 航大的屠夫 已经拖拽着铁面 咚咚咚咚咚咚 冲上前来 身后冒出了滚滚的沙尘烟雾 屠夫鹿角盔下面 那个邪恶的小眼睛 不停地眨巴着 这肯定是韦族夫 又在面授机遗 出什么淫荡的主意 八笔 邪恶无比地绕到了后面 看样子是要从敌人的后面发动冲击 而旁边还有几名幸存下来的金属血肉傀儡人 跟随在了屠夫的身边 看起来很似是步兵加上坦克 在进行冲锋一般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thinl